開動吧 這個堂圓 要圓一點 旅館的小狗接了我們 跟著他跟我們說check-in time 在3點 現在他說車載我們去information 就算 現在到了information這裏 原來他說因為3點才check-in 他放了我們在這裏 我們自己可以在周圍走 跟著3點回來 他會來pick up 我們回走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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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1300日買了這個日湯手營 最好笑的是我們完全不知道要去哪一間 因為看前沒有做好工房 有給我們免費的接保巴士的 算了車之後 我看那些人全部都在這裏下車 我們也下車了 我們現在要去浸第一間溫泉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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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浸完第一個溫泉 好舒服啊 它是一個露天的風呂 然後浸完溫泉之後 整個人的粒粒 衣服都不用穿那麼多 現在我要吃這個 阿蘇牛奶雪糕 好難撥出來 好硬 這個浪雪糕 我昨天阿蘇牛奶那麼好吃 阿蘇牛奶很香 牛奶味 但這個浪雪糕沒什麼牛奶味 就是有點甜味 好普通 如果買了這個 入湯手來的話 它會有一個免費的 shuttle bus 接我們去上去的地方 枕溫泉 這個是 shuttle bus 的timetable 大概半小時 一班車 除了枕溫泉之外 這裡也有很多紀念品店 可以逛逛街 買下東西 嗨嗨 最後我們買了 這個 很慘 嗨 嗨 哈囉 這次訂的是一間 歷史悠久的傳統日式旅館 澳之湯 這裡就是我們今晚住的 溫泉旅館 澳之湯 這裡的溫泉是有洪門溫泉協會的天然溫泉認證 一樓Lobby有個闊落的大廳 裡面用的全部都是一些日系風格的傢俬 至於大廳旁邊的這條樓梯 就可以通上我們的客房 再走進來有個偏廳 這裡的傢俬就是現代的風格 每天的早上8點到10點 是一個自由的咖啡時間 在這裡享用一杯咖啡也不錯 剛才Recession的哥哥很可愛 日本小孩 他說他英文不好 其實我覺得他挺英俊的 很可愛 現在出英語之後 我們今晚住在三樓 現在在我們的房間 三樓 咦 不對 雖然我們住的房間是307 但原來是二樓 Take out shoes OK Thank you 進來之後 進來之後 這裡是分了洗手間和廳的功能 洗手盆旁邊有個廁所 廁所很普通 比較小和沒什麼特色 好 讓我打開陽台門看看 嘩 外面的景色好像一幅畫 可以聽一下令人心情放鬆下來的流水聲 還有很多花花 跨過客廳就來到我們今晚睡覺的地方 是超級日式風格的房間 雖然房間裡面的設施都比較舊 但正正因為它保留了這種傳統的味道 才更加令人感受到文化特色 今天晚上 明天晚上 明天晚上 這個是 是 然後晚上很寒冷 所以要用旅餅 用手套 用手套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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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房間有送我們這個和菓子 我很喜歡吃和菓子 太好了 開心 是紅豆餡的 好吃 休息一下之後 我們現在打算出去到處逛逛 原來這間溫泉旅館裡面很大 很多不同的別館 今晚我們就可以在這裡玩 澳之湯旅館在落在和龍河畔 四周環繞著黑川溫泉區 擁有優美的自然景觀 我發現在一個地方 是自己可以買溫泉蛋的 一天50日圓 二 三 五十日圓之後 我要拿一個溫泉蛋 但是不是不可以用手套 啊好重啊 這個糖圓 要軟一點 好重啊 好重啊 剛剛買的這顆溫泉蛋 它都要買得很深的 我很失望 這個不好吃 好舒服啊 這裡的景色好美 第三排 很貧ji 很貧眼 謝謝 我們來合通手營的第二間溫泉 在這裏? 在這裏,在這裏,可以嗎? 對,謝謝 好,然後我覺得這間是比我們住的溫泉旅館更漂亮 進去吧 剛才就完了第二間溫泉 我覺得這間溫泉旅館很漂亮 比剛才我們去的第一間 這裏的水溫是沒有剛才第一間那麼熱的 因為我浸完第一間的時候,我感覺到整身有一點出汗的感覺 但這裏的溫度反而更舒服,溫度剛剛好 但我想說,我真的很虛 我浸完第一間已經有點頂不上,有點頭痛 然後剛才第二間這裏,我已經不敢浸那麼久了 我現在等著我的朋友出來 等著我 東起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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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夜之後,這裏的街道都非常安靜 人煙稀少 我們也開始出發尋找我們的晚餐 HELLO 今晚吃這間餐廳,它的營業時間只有1小時 6點半到7點半 然後他跟我們說,應該是每天的 什麼料都不一樣 他說今天只有這個牛肉湯可以選 應該是他這裏都是人氣冷冷冷 所以我們就點了這個牛肉湯 是,只可以點這個牛肉湯 好好味啊!!! 這條路是走山 溫泉旅館的條路 一個人形都沒有 連燈都真的沒有了 但我阿彌陀佛 我終於穿過那條很恐怖 黑黑黑黑黑,又沒有路燈的山路 回到我們的溫泉旅館了 現在入夜之後 我要快點浸溫泉 溫暖一下自己 好開心啊 回來之後 看到工作人員已經好好幫我們鋪好畢 這個是旅館的浴衣 然後給我們一個紫色的雨漬 我覺得雨漬的顏色很好看 好 現在我們準備下去 就溫泉了 大家好,我是Jesse 大家好,我是Jesse 好艱辛 然後鎖上門 便變成了私人風女 那她的鎖匙 是先到才行的 如果被人拿走的話 便不能去 不用預約的 咦,到了我們今晚的私人風女 開門 開門 嘩 今晚的私人風女都很漂亮 嗨 今天我們買了這個 入康首營 浸了兩間其他旅館的溫泉 然後我們自己訂的都是溫泉旅館 所以覺得浸了很多溫泉 我覺得這間溫泉旅館最好的地方 就是它很大 三點鐘check in之後可以在這裡玩一整天 它會給你這個設施圖 然後如果想在房間吃壞食料理的話 記得一定要提前一天預約 我們就是因為沒有預約 所以今天沒有在房間吃晚餐 然後今天在一個 souvenir store 還買了這個 Ohio寶丁 中原溫泉真的好餓 它上面有一層焦糖 好餓 浸了溫泉 整身暖暖暖暖 可以再睡個好餓 希望大家都有個好餓 好餓 貼了 現在7點半 我起身上去recession那裡 因為覺得昨天不是很久 時間浸 我個私人風女 還有我覺得早上浸 可能會 整件事會更漂亮 但我好怕現在recession 不知道有沒有人 我拿了這個 粥脂湯的私人風女的鎖匙 然後時間是1個小時 即是我8點半要回來 還有我們預約了8點半日早餐 所以時間剛剛好 剛剛去拿的時候 大概有4-5個私人風女 已經剩下2個可以選 所以大家早上要走安全的話 一定要早點 這是我今天早上的露天私人風女 嘩 這裡有個滋潤人房 剛才剛在後面的私人風淚出來 哇 這次的黑川溫泉之旅 一點遺憾都沒有 超棒的 私人風淚 現在浸泡完之後 整個天有滋潤活力 這間飯是包了早餐的 早餐好像很豐富 謝謝 啊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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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山頂位 來吧 這個日本人的早餐吃得這麼精緻 然後這個我以為是醬的東西 然後它寫著什麼 當館什麼 就是好像推介那些 然後有個中文是寫著追肉 不知道是不是很像那些 菇類那些呢 剛才它有介紹 不過聽不明白 然後它加了少許芥末 然後應該是菇類那些 很鮮甜 再加少許那個追肉 再加點甜 明太子 現在吃完早餐 我們十點鐘要check out 上去收買一些東西 然後拍幾張照 就要結出這個溫泉之旅 好 澳枝湯淚館分了本館和別館 裡面的溫泉都非常之多 其實一晚就是玩不完 建議大家可以多多點時間在這裡震溫泉 好 今次的黑川溫泉之旅就到這裡 喜歡的朋友記得按LIKE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現在要上房換了肱肉 然後我們就出發去遊報院 下一集再見 拜拜 每次見到這裡 喜歡的字幕